在梅西方面宣布将会在本周前往沙特展开谈判 并且阿根廷、西班牙、法国媒体也都报道了 梅西将会和利亚德新月签约之后 梅西也即将拿到沙特方面两年12亿欧元的超级工资 这个工资待遇也将会让梅西成为足坛历史第一工资 但是这一则官宣 也是让本年度的金球奖之争出现极大的变动 毕竟金球奖也是要等待到今年下半年才能够颁发 本赛季的世界杯又是一个冬天世界杯 导致梅西世界杯夺冠后距离金球奖将近有着一年的时间 而梅西已经是将会前往沙特踢球 这也意味着还有小半年 他是不会在五大联赛踢球了 这对于下半赛季金球奖评选是相当不利的 从金球奖相关排行榜也是可以很明显看到 外界对于梅西拿到金球奖的信任度出现了下滑 梅西目前是有着65%的概率拿到金球奖 这比之前90%多的概率是下滑了相当多了 反而是大黑马哈兰德从最开始的第六位 已经杀到了第二位 而且哈兰德的金球奖概率也是飙升到了42%了 这还是欧冠决赛没有踢的情况 如果哈兰德带队曼城拿到了欧冠冠军 三冠王在手 加上英超金靴和五冠金靴 哈兰德金球奖概率即将和梅西五五开了 这还是没有算下赛季开始后 梅西将会在沙特踢球 而哈兰德将会继续在英超收割进球数 所以梅西这次的前往沙特踢球想法 虽然在金钱上是收获满满 但是在荣誉上或许将会被迫放弃第八座金球奖了 不过对于梅西来说已经是历史第一金球奖数了 这一座金球奖也仅仅是锦上添花了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